北京国安 上个赛季的国安 着实让权于惊叹 虽然前半城的统治级表现 能能在后半城延续 特施了冠军的争夺机会 但是一个足协奔冠军 能让国安一个赛季的努力败费 在得冠军上 北京国安就喜得收获了一个宝贝名将郭玄博 这不仅是国安的福气 更是中国得求的福音 在能将这个特殊的位置上 终于出现年轻人的声音 国安对冠军的可恶不容小气 国安已经很沉时间 没有品尝到冠军的资历了 所以向赛季的国安 并将在联赛和要贯 发起强烈的冲击 上海胜港 向赛季的专抄冠军 打破了恒大在联赛方面的统治 当然这显然不能满足全力的目标 在2017赛季 上海胜港在要贯一号出局 在联赛又能能完成 争得冠军的目标 还在独协奔协赛 输给同城对手生花 上赛季的上海胜港 拿出了极高的球声音 终于得得球队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但是在现在期 上海胜港大法无美 又能有做出太多人能变动 这一点让球迷对新赛季的上港 有些担忧 作为中超冠军去挑战万贯 担忧不小 广州恒大在联赛开打之前撞足了眼球 不说新色系的演员 但就恒大自己的新制度 就让了解对恒大一面分丰 又是外人限制 又是外人淘汰 恒大要开始为自己力的前华班 FLOG做出行动了 要不然到时候可不好交代 整不好就会被人耻笑 那么这样的恒大能够要过分眼吗 如果不给制定的制度 能能带联赛中取得好成绩 球人带了要逛赛场 还会有那么强的球胜利吗 双方鲁能 可喜的是鲁能找到了一位好教练 因财师教 因必质疑 学者合不合奖 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上赛季李修鹏的执教 帮助鲁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生生把鲁能带出了冠军箱 虽然犯错失所谓分冠军 但让球迷看到了鲁能的崛起 新赛季的鲁能 虎比以上三支队里 更想拿到一次冠军 不过李修鹏更熟悉的是联赛 在网冠上估计并不享有太大的动作 总体来讲 这四支队里都能够要冠封面 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但各自居乐队的目标和实力 都将很大程度上限制球队的发挥 希望中超队里在陆冠赛场能有好的成绩